1 2 3 4 准备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人才仔仔來到何律師的辦公室 我們收到封 何律師 反對派說玩集體辭職 在立法會這二十多個泛民 全部說劈炮不撈 嘩 是不是真的嗎 何律師 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是藍爺 香港七百多年 他們是玩過這招的 不過我呢 我不相信 因為有很多人 他們的思想是不同的 我認為 有個人的看法 沒有個人的看法 如果他集批職不見很多錢 這是其中一個理由 第二 將來怎樣想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現在應該不敢這樣做 不敢這樣做 可能辭職前被人拘捕了 國安法 都不定的 華哥 他們看錢看得很重 不過像你所說 每個月十幾萬 你二十多人 不止的 他還有很多助理 辦公室 這樣就那樣 未必肯制 他有很多金的 喂 他有多少金 你說一下 我不知道 公民黨說他們今次損失了超過三百萬 但是高邊哥跟他們說他沒有八百萬 為甚麼呢 不能退回那些選舉經費 那些選舉經費是誰來的 我不知道 最近又看到哪個人說 總領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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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這個問題 我們都討論得很深入 很深入 我覺得 藍爺 或者華基 我想大家要認清楚一件事 當有些人經常說 我們不稀罕 政府那個 防疫 太例是一萬元 然後我們有好報紙的記者會問他 你一萬元會不會拿 回答也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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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功德性 如果他可以 有多一天可以坐在這裏 有多一天可以坐在這裏 領多一元就領一元 我覺得他應該領到盡 領到盡 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他會不會 現在他打算盤死無大害 你既然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反正都是 我們整班泛民二十幾個 一夜之間就劈了炮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勇氣 那我們香港 譬如說 在立法會的會議 可不可以繼續進行 或者他會不會在憲制有危機呢 沒有危機 香港裏面 哪裏會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了 誰是不行的 沒錯 沒有了國家就不行 沒有國家不行 所以他都答了這個問題 他肯定不會這樣做 這樣也未必 有時候那些叫狗爭狗 對不對 如果有些被人DQ了 有些不辭職 那些被辭去的狗 會很不順 會走來咬牠 那些不是很正常的人 不是很正常的人 對 但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想討論一下重點 他們以前玩過五居空鬥 以及南爺說過 他是1999年的時候 沒錯 他開波我就說 以前玩過的 沒有說沒有可能 不過 有不過 我自己看 這次 我個人的看法 這次他未必會 除非他其他地方有 有命令下來 有某些人有命令下來 所以我自己看法 現實一些 剛才何坤堯都說過 多一天 多一天 我覺得他也是現實一些為主 身體最誠實 如果以南爺的資歷 我想在這裏來講 整個立法會 整個洞樓來講 你最高 不感光 但是我想問一下 他如果現在 會不會說 又整 我不認識 有些人又說 立會 又成 你覺得是員班過渡機會大定 還是他們重新 重新 建立一個臨立會 我自己看 情勢來講 是 會有一個 是以目前 那個 架構 做基礎 有很多事情 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你已經是 在人面前 全香港人都看到 全世界都看到 你都違 反對基盤法 你怎麼做 就是 你怎麼做 你根本說 我都不相信 我是要 香港 成為一個 其他國家 你怎麼做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基本 在這裏 到時 這些很大智慧 很高智慧 我都不認識 可能一定要找多方面 包括人大 一定是他們 問多次 南爺 很難見到你 不要這樣說 隨時方便 我們在建制那裏 經常都見到 有一個 彈一下彈一下 姓田的 不彈一下彈一下 他說不是建制 你不要搞錯 以前可能是建制 現在不是 我們叫你彈一下彈一下 好嗎 彈一下彈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他還有沒有得 留下呢 我自己是看法 我們香港本身 加上國家 胸襟 哇 大到不得 逃給他 逃給他 沒有所謂 他彈得多彈 對 給全世界人看一下 世界上原來是這樣的樣子 沒有所謂 他彈到這邊 突然彈到那裏 有了他彈 香港什麼不用得 給機會 快點下來 香港都頂得住 有祖國在後團 香港人害怕 我不要害怕 男爺真是姜月魯月男 豪給他 我就看他彈來彈去 怎麼彈發 一樣豪給你 給他機會 豪給他 子彈亂飛 哈哈 我們一票永遠都記得 沒錯 只有票反對 不知道是誰 好 我們片尾 我們要爆料了 又是時間爆料 又爆料 又爆料 何律師 剛才在老電波傳遞給我 他又要做個叫做123運動 一年之內立23條 立法會 一年之內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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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年之內立法會 本會通知我 現在立法會的選舉就延遲了 接著有何律師 在空窗期裏面 我們有四大原則 希望大家明白 在議員過渡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知什麼環境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 就是有四大原則 第一就是已經BQ了 不能夠在空窗期裏面 然後繼續做議員 這是第一已經BQ的 第二他曾經在宣誓 是違約章的 都不能夠留下 第三就是他曾經定罪的 例如他本身坐監 舊期那些已經定罪的 那些不行 第四就是 如果他仍然是支持一些 港獨的 肯定是不可以留下 這個是四大原則 所以在現在來說 我們很坦白說 現在香港的形勢 在反對派現在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他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手段 正所謂 斬草 不除根 春風 吹又生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香港 港獨面對的問題了 如果現在我們有國安法的時候 我們不將他趕盡殺絕 就只能令到三兩年 他又來一次大暴動 所以我們在國安法的情況下 我們在立法會的選舉 就支持這四個點 接著很快的就是 我們祖國呢 定立了這個港區國安法之後 我們受到八國聯軍的攻擊 其實呢 八國聯軍呢 他們有一個特性的 他是容許自己國家延後選舉 跟著說三道四 就叫我們香港不行 有什麼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那些正在發白日夢的 過了期的啦 我們香港都回歸祖國了 重職中英聯合聲明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的 那俄律斯呢 剛才就通水 就告訴我聽 他的共通點呢 就有一個大原則的 原來這班大原則呢 是我們祖國呢 的債仔來的 我們看看俄律斯 你給我2020年 世界 負我們國債排名 全部反對我們港區國安法那些呢 第一位呢 欠我們錢最多的呢 就是美國 就欠我們呢 嘩 很多個零啊 等一下 一二十八千萬十萬 二十二萬億啊 二十二萬六萬 二十二萬六千億美元啊 欠我們中國的 跟著意大利 跟著就法國 跟著德國 跟著英國 跟著印度 跟著加拿大 看完這幅圖呢 你就知道他為什麼想反對我們這個港區國安法 全部都是想不還錢的 全部都是拉貓的 這些呢 是在網上呢 你們可以搜尋到的資料來的 好不好 所以呢 講到尾呢 其實現在你看到 各國對我們香港或者祖國的攻擊呢 其實都是符合他們切身的利益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回呢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今時今日呢 在這個港區國安法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的安定繁榮已經是正在回來的了 所以希望在何律師的動議底下 斬草要除根 漢奸不能夠留下 好了 以下時間交給大禮師 好 各位KOL和南爺在這裡 就做個特別的呼籲啊 就是 捐血救人 黑不容緩 這個我們必須要注意 聽說 最近呢 就是我們的紅十字會呢 那個全副啊 那個血的副量呢 是跌低了 那我們呢 一定要 救人是很重要 如果可以的 大家一起去捐血 好不好 好 這個捐血救人 黑不容緩 但是 為什麼他會 那個捐血的量會低了呢 我想他們都要檢討一件事情 政治不能夠凌駕於 做這個救人的活動 所以千萬不要混為一齊談 現在我們都不混為一齊談 先去捐血救人 好 好 好 一二三 捐血救人 黑不容緩 Yeah Hello 大家好啊 又是我Judy啊 你有沒有想過你安座家中 都可以掌上置業呢 接下來我們有個大突破 很創新的 是什麼呢 接下來星期日 我們有個置業的錦囊直播 無論你想海外或者香港置業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次網上直播 是以互動的形式來進行的 而我們呢 我們也有一個環節會送出大量的獎品 這些獎品呢 我們會以互動問答的遊戲方式去送出的 包括一些食肆的現金券 以及一些神秘的獎品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呢 的主題呢 就會是大灣區的珠海站 那麼呢 樓價呢 就會是港幣100萬樓下 三成首期 七成上會 那月供都是二千多元而已 那你就可以在大灣區裡面 當家作主做業主啦 那而當日能夠應購到單位 又成功買入的話呢 我們還會送出東京大阪機票連住宿 那麼大家呢 要密切留意華記Facebook 以及華記正能量的YouTube Channel 那麼如果大家都想知道詳細的內容呢 歡迎聯絡我Judy 那麼我WhatsApp的電話就是這裡啦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英國傳來消息 48億拿下英國超級巨頭 馬雲剛剛沸騰了整個歐洲 近日在地球的另一端 一家來自中國的企業成為了整個歐洲 乃至全世界的焦點 英國跨境支付巨頭World First 正式對全球發表聲明 對全球發展 來自已的星期三 全球發展 有不在地的 被封形的寶寶 小路發展 ranking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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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ドイ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